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刚才我们刚才在闲聊的时候呢 我们就谈到很多关于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人士 不如我们先谈一下有关于种族 就是有族同胞的事情嘛 其实我们本身也是有三大民族 至于就是我们的之间的友情 你觉得在马来西亚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或者是你身边的这些就是有族同胞 或者是印尼同胞也好 或者是都好都好的一个友情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你觉得你认为 可能静昊显吧 好 对我来说是 整体上对我来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是算蛮团结的 我觉得尤其是在 李宗伟打林丹的时候 你就会看马来西亚最团结的时候 我这样认为的 但是 很可惜 我的个人观点是 这不发生在每一件事情上 比如说当我们面对有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待遇的时候 可能不同种族之间的团结就没有那么强烈 或者没有那么团结 我会说 所谓的立场当然是因个人的背景而异 但所谓的认知 我是认为 认知是通过自己的父母亲 我们的上一代 通过历史课本或者学校的课本 从小学到中学 还有通过政治人物的宣导 我认为 可能打个比方吧 尤其是华人 毕竟我本身是华人 华人的家长总会 用这句话来警告小孩们 你不要乱跑 等一下你被阿布奶奶抓去 阿布奶奶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印度人 所以就是无意之中 是否我们的家长也妖魔化了 有足同胞 其实就是 从小就是 所以从小就是被灌输 印度人是华人 印度人是华人 他会抓走我 但我长大过后也很难 去转移这个思想 或许会 甚至影响我们的西亚西亚一代 已经是了 对 可是我是觉得 当然我们是无意中的 妖魔化了彼此的吧 我觉得 这个是你的看法吗 这个是我的看法 那在你说呢 我认为马来西亚是团结的 然后如果你从报章上 或者是媒体上看到的一些 可能是因为他们被放大了 因为一些政治因素 一些利益 然后我打个比赌帮嘛 从小到大啦 我家长都灌输我 马来西亚很极端 这是我家长啦 他们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你们要原谅一下 然后他们跟我说 东海岸是最极端的 东海岸 比如说吉兰大岸 因为他们实行那种回教法 什么一大堆 然后但是 当我们毕业的时候 那一趟我们真正去旅行 去体会的时候 我们发现 哇 怎么跟想象中 跟我们一直印象中啊 脑海里面的插天插意 而且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友善 而且 当你问路你迷路的时候 他们可以直接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或者是什么 直接骑着机车 就带着你去那个目的地 然后可以友善到这样的程度 这是在吉兰坡 这样繁忙的城市里面啊 更加就不可能发生了 因为我现在租的物质 我个壁邻居是谁 我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我相信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相信是 其实是团结的 毕竟是团结的 而且还很和睦相处 而且都是 我在偏乡的时候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经验啊 我看到都是 我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 各族同胞都很努力在帮助我 然后给我资源 然后就是我看得到他们的用心 他们不是因为你的皮肤 颜色或者是什么 他们会开始抗拒你 比如说有一个今天 是我要结束在回教堂 如果我跟我妈讲 我记得我打电话给我妈的时候 我妈是说 不要进去 帮你出来 你进去做梦 他们的想法 为什么会那么害怕呢 就是我就奇怪 但是我在那边住了一晚 反而过后变成三天两夜 就越住越久 然后当然啊 我早上四点半起来 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 我就要起来 因为我表示尊重 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做饭 然后在那边记录 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就在旁边观察 所以这是我在旅程上 一直在学习的啊 然后那时候我得到一个结论 我跟我自己讲 其实各族同胞啦 应该要互相体谅 互相了解 最主要是了解先 然后我们开始体谅 然后再去包容 因为每个人的文化不一样 你不可以说这是对这是错 因为你不可以逼 或者是 force 人家去跟着做嘛 每个人是可以做自己的 然后只要我们互相体谅 然后包容他们 然后相处就会很和谐啊 那你从小到大是 就是你家的生活的区域 是华人区吗 对 我是在一个华人新村长大 而且我记得我到中学 都是在华文独中 所以我那时候都觉得 我总觉得我的中学生涯前期 都是很 我们叫做很 就是很 很isolate的 就是被 一个族群 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其他族群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你也不会关心他们 因为你只活在那边 然后因为生活上没有面对到他们 没有接触到他们 再来就是没有用到语言那些 所以可能那一方面会比较弱 因为你在你自己的那个生活圈子都已经 都OK了 所以你就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当我开始踏出社会或者是读大学的时候 开始接触了印度同胞 马来同胞 还有原住民才知道 原来马来西亚不止27个原住民 我们马来西亚大大小小有57个 这是我一直在历史课本读到 不是我们只读到卡达三人 一般人两样就没有了 其实还有很多的 然后再也就是其实印度人 印度民族里面有分很多种 然后单单马来民族 在西马了也分吉兰丹吉打 然后讲的音那些 所以当你亲自去跑的时候 去走的时候去看的时候 你才知道真的很不一样 然后这是我现在后期在努力 在学习跟我们叫吸收 去增加自己的那个对马来西亚的了解 那你认为过去的这样子的 一个族群的生活到大学 一个大熔炉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过去的这个种族印象 至今为止给你造成一些 什么样的影响吗 会 因为毕竟我还是会犯错 就比如说可能封书上 比如说女生不可以跟男生握手 但是因为刚我还记得 我刚插出社会的时候 我们打招呼都会跟每一个学生握手 然后但是当我去到女学生面前的时候 马来同胞的女学生 然后他们是跟你笑一下的时候 然后我就哎 我是做错了 我就开始思考 然后再来就是我一开始知道说 什么是 或者是波萨都旧啊 或者是什么是 拉玛丹啊 什么是 就开始去 才后面才去学习说 原来有这样的节庆 然后他们马来人新年过后 还有一个月过后 还有哈记 就一直去了解了 就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开始 有马来同胞的朋友 然后他们会开始跟你分享一些比较道地的食物啊 然后啊 风俗啊 我最喜欢的是听他们讲他们当地的传说 风俗 一些好像鬼鬼神话 一些这种很有趣 因为每一个地方就是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还有 你可以从那些故事里面听出一些 我们叫做言语啊 好像预言故事这样啊 有一些建设性的啊 有一些取试啊 那你认为就是在过 在大学 然后它是一个大融族的 多元族群的一个大融族 那么就是整个 因为在马来西亚 然后有种族政治对吧 会影响我们不同的感官一个看法 然后同时自己生活的 从小生活的区域 又是一个很族群性的一个生活区域 只有在大学的时候 它才是一个大融族的一个社会环境 然后也许以后你不入社会当中工作了 也是一个单元种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也许会存在 所以你认为是 这个族群社会对自己的这个感官意识 有很大的影响 还是就是仅仅在大学的几年当中 一个大融族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对自己的感官或生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逃脱不了这样的一个族群环境 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我相信每一个人不一样 就是要看于他家庭的那个背景 像我是因为我选择了读中 然后从小我是读花销 但是相比有些我的朋友 他可能从小就接受国际化 就是读国际学校 所以他从小就接触不同的民族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就是还有一些朋友是读国中的 国中的 他们可能就比我们 就比如可能静浩会可以解释一下 比我们更早接触各族同胞 所以他们可能就开始已经 就很早就开始摩擦了 去学习尊重那些 但是对于 这是我个人 因为我毕竟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是17岁 然后当我出来去到大学的时候才知道 各族同胞一起上课 然后用手吃饭 然后怎样怎样怎样 以前看到的 然后才真真会会的去体验到 那可以 静浩呢 我回去那个课题所谓的不了解 而导致误解对方 或者有不同的认知 所谓的认知 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是有多源流小学 就是华人多数的华人会读华校 印度人会读印度他没有小学 马来人会读国小 所以我觉得在一些方面 在我们的从我们小学这六年 我们都比较就是像李顺所说的 我们都比较接触的都是自己熟悉的民族 但庆幸的是我认为我们的中学是排除读中不说中学是一个单约 就是所有所有不同民族的人集合在一起一起学习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认识更了解对方 但对我而言其实也不仅仅是读书这一方面 其实你可以通过很多别的管道 比如说踢足球 比如说什么运动都好 音乐也好 因为他们都不分种族 你可以在同一个球场 看到不同肤色的人在追着一同样一颗球 所以我觉得当然这是每个人的背景不同 有不一样的想法吧 对于各族群的了解 那对你的影响呢 你从初中就接触到了 对是 这样子的一个度愿族群的 我甚至更早因为我的邻居 也因为我上一辈我的爸爸妈妈 有很多不同族群的朋友 我会有时候去拜访他们 跟他们的小孩一起玩 所以或许更早的接触他们 所以当然对我的影响是 没有像政治人无所那么可怕 没有这么分线话吧 就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 是 这对我影响就是比较容易融入他们吧 或许 所以从小其实你爸爸妈妈就 其实在 他会有很多的马来人朋友 有族朋友 还有印度人朋友 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 对 那你们家也是生活在这个混合区吗 还是怎样 应该是混合区 算是混合区吧 就是一个城市里的一个 就个人组组组组组 对对对对没有没有一个特别 那些孩子更容易融入不同种族 种族或者是群族的一个 一些人 把那城市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就可能 就他甚至就是 我甚至不认识哥必家 是谁 虽然是懂他是谁画他的样貌 但是可能不会去接触 他去认识他这样子 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或者比较自私吧 可能就是他们要的是 我们叫做私营 就是因为在乡下 你只要驾着你爸爸的车 你去到哪里 每个人都知道 然后他们都会跟你讲 只要看这个车牌 这是谁的孩子 好没私营 根本就没有私营 你去到哪里都要点头 都是认识你 可能他们来到城市的话 他们希望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就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所以他们也会减少社交 如果要交朋友要交集的话 他们就去特定的场所 找固定的朋友 这是我发现到的 OK这个就是城市 可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个差别 OK我们再说回来 其实今天这是马来西亚日 其实你觉得今天的这个马来西亚日 和以往的马来西亚日 或者是你觉得 有没有这个马来西亚日 重不重要 这个是我觉得蛮关键的 因为你看明天就是了 但是感觉上 形式上好像 没什么特别 夜也就是多一天放假 就多一天放假 这样子而已啊 那静昊你觉得呢 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我是认为西马人会认为是 有一天放假 它的差别是在于 有一天的公共假期 但是对东马人而言 或许会比西马人而言感觉 对他们而言会更重要 这一天 毕竟这是记载着他们 与就是东马与西马 整个结合成马来西亚的一天日子 就是有其历史意义在 所以我老实说我在这里 我是没有感受到 什么特别的一个氛围吧 在马来西亚在KL 但我不是很清楚 东马那一方面 我有上网查询一些资料 对于东马人而言 相继比较是比较重要 他们都会认为 对这个我们饮水思源 我们是应该要庆祝 我们是应该这样这样这样 但是在东马 在西马反而没有 感受到这样的氛围 或许这也是一个矛盾 为什么我们要庆祝 马来西亚日 应该是举国同庆 马来西亚人的节日 还是这只是东马人的节日 这个可能就有待改善 有待进步吧 我觉得 我认为 你有去过东马吧 我只去过沙拉越 OK 应该去过东马的是 李顺 然后去 就是环绕了 就从古静起到去沙巴 对 当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你觉得今天的这个 有没有马来西亚日 我觉得 我还记得我之前 虽然说 我记得有一个人 有笑过我 他说 就是我们一个马来西亚 分两边 西马跟东马 但是我们有三个国家 第二个 就沙巴是独立的 因为隔着一个纹来 沙拉越又自己一个 然后西马自己一个 所以哦 那这是一个 那时候我从一个uncle听到了 然后我 我深感觉得真的是这样 这是我当时去走的 我还发现一个 很很好笑的特点 就是沙巴人跟沙拉越人 是没有来往的 这是我最大的疑问 因为当我到了那个 沙拉越的边境 就是我们叫做那个 迷离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问当地的人 请问你在沙巴 有没有朋友可以接受啊 帮助我啊 招待我 或者是因为我骑脚车 一路上是需要 人家提供住宿那些 但是他们的 往往他们的答案是说 哦 没有耶 我对那边不太了解 然后但是 去到沙巴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在沙巴的时候 我会问回 沙拉越有朋友吗 他们都很少交流 除了社团跟社团之间 比如说诗子会啊 红诗子会这种 因为一些活动上 他会认识 其实当下人民啊 我看到啊 居民啊 他们是很少互动的 就因为隔着一个纹来 可能很不方便吧 因为要过关卡那些 然后再来是 我记得我那一半年 走了那一趟沙拉越 沙巴之旅 我们叫做Bonyu啦 Bonyu之旅啊 然后我发现哦 其实沙巴跟沙拉越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的 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我在那一个过程里面 我开始一直去思考 然后我看到很多种种的 不公平的待遇 然后我会去问我自己说 为什么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差别那么多 我曾经去过一个课室 我去过一个课室 它在 Luzon Lagu 我去过的时候 那课室是很简陋的 然后没有窗口的 都是透风的 然后老师就在那边教书 还有一群小朋友 坚持去上课 原住民 因为他们相信教育 可以改变他们的环境 他们的现状 反而是在KL的小朋友 有冷气 有Projector 有好的资源 底下 他们是不太想要读书啊 然后掉了懒胆啊 然后我就看到这种啊 然后同样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啊 都是有有 为什么我们的客室啊 我们的福利 我们的设备差那么多 然后我看到种种的不公平啊 当然那也不能讲太多 因为毕竟是比较偏乡嘛 嗯 再来还有最大感触是 我开始去认识那边的原住民 然后哦 我不再从 像刚才我提到的 课本读到的只有卡达山人跟乙版人啊 我发现还有 Ranal人啊 Lumbawang人啊 还有一些 大大小小的民族啊 然后当我更深入了解的时候 我发现哦 其实他们各族同胞的文化都很不一样 所以那一次也让我开始 我这个彩绘马来西亚很有意义 因为我收集到马来西亚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故事 然后我一直在 去讲座啊 去分享啊 去告诉大家这些有趣的故事啊 我收集到的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每 啊 还有一个我应该要称赞的 就是我在路上啊 那半年里面啊 我不是一个人 我虽然是一个人骑脚踏车去旅行 去做我这句话 但是我在路上 我遇到一些很有趣的年轻人 嗯 比如说有一个团体 它叫Ride Up Borneo 就是它专门往偏乡里面啊 就是偏乡指的是就从一个大城市啊 离那个大城市差不多有150公里以上 然后那个地方是没有水电供应的 然后他们就是带着 他们是大学生 然后也是一些是专业的 他们自知筹款 可能就买一个发电机 带进去 去那边的河边 帮他们组装 然后发电 提供他们有 虽然是有限的那个店员 但是至少有做改善 这是我遇到一群很有很有趣的 其中一个 然后我遇到一些很独来独王的 可能有些是画家 有些是音乐家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去表达对马来西亚的爱 对马来西亚的关注 还有就是他想要去 我们叫做推广马来西亚 有一些 所以我发现 其实整个马来西亚都很 还蛮有活力的 很多年轻人都在用他们自己的专业 自己的方式去服务 去改变 去分享马来西亚 所以就讲到爱国 你不要去局限自己说 爱国就是挂国旗 买国货 可能其实从你一个小小的 我还有遇到一个很好笑的 一个朋友 他每个月要捡100个垃圾 然后他每一个垃圾 他都拍照做记录 我不懂他现在还没在坚持 但是如果他到现在的话 可能一年他会捡1200个垃圾 所以我认识他应该有五年多了 他如果每一个垃圾都有故事 他可能那个是很有趣 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动力 他就只是纯粹要捡垃圾 搞不好会变成一个风潮 每个人学习的话 你现在还跟他联络呢吗 没有了 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毕竟他们只是 因为距离 还有他们是不上网 只是五一种这样经过 看到了解到 我很好奇他 他现在还有没有在做这个活动 其实也 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最后了 或者你们要不要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可以 尤其是年轻人 其实我们年轻人 在当下现在 可以为我们的国家 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去推广马来西亚这件事 可能静浩先不好意思 可以 如何去推广 我认为 我老话一句 你还是要有自我的认同感 所以你要先 就是以自己作为一个开始吧 你千万不要认为 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一个人影响 十个人 十个人影响 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就影响 一千 就是 一万一百万 可以塑造一整个国家 所以我也 与李孙有同样的看法 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做好 都是一个责任 打个比方 有人会问我说 批评有什么用 对我来说批评 其实是 在找寻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 在你找到 解决方案之前的一个 process 我会说是process 如果你连开口批评 都不做的话 你永远不会找到答案 你永远不会进步 我是认为 有批评有进步 也 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 只要你 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分 其实 可以 带 归国家带来 很大的改变 大致 政治人物 小致一个 扫地工人 所以我是 这样认为的 还有 多出去走走 来一个 当地旅行 不要每次只去Banggore 不要每次只去台北 你可以去东马看看 你可以去 我们的East Cross看看 去看看不一样的 与我们自己 不一样的 马来西亚 我会说 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用自己的脚去感受吧 对 那你顺呢 我觉得是 其实 我会觉得 应该要踏出 自己的舒适圈 去看一下这个环境 你居住的国家 毕竟这是你的国家 这不是别人的国家 然后 你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爱 都不想要去了解 你就不用 期望外国人会来了解 会来关心 所以 我觉得是 如果可以的话 我鼓励更多年轻人 因为 还年轻吧 可以抽一个时间 然后 可能短短 短至一个星期 长的话 你可能背个书包 两个月 一个月 因为你亲自去走的话 跟你从课本上 新闻上 报纸上 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是很个人的感受 而且再来这种感受 是很subjective 就是很个人的 有好有坏 所以你去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们讲的 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 看到两位 就是 为我们分享 还那么多 其实我也是有一种 深同感受 其实之前呢 就是在过庆日 之前呢 也许 也是有一些人 就是拍了一些短片 就是关于 你对马来西亚的了解 有多深 他们就问了一些问题 类似 我们的国家的星星 上面有多少个角啊 或是有什么颜色啊 那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国家象征是什么 是什么花之类的 就有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大部分的人呢 多数的人 好像只答对了30% 只有少数人 可以答到全对 或者是就是80分以上的 这个是蛮 而且还问的是 他收到这个资料 都是问年轻人 就不是问老一辈这样子的 这个现象还蛮 当有这个现象出现了 其实原来还有很多人 不了解我们国家 甚至连那么简单的 就有多少个州 都可能不知道 可能我们 在这方面呢 可能我们要好好检讨一下 因为毕竟是我们的责任 那今天也是谢谢两位 来到我们这里 为我们分享 有关于就是马来西亚热的 那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那有机会的话 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 继续的天马行空 拜拜 拜拜 拜拜